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今儿的砖头外面忙了一天 刚回来 本来说今儿就歇了 但是我看了一段相关新闻 我说不行 有三个事得给大家录个小段 提醒一下 怎么回事呢 首先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是中国的上海警察现在上街开始查手机来了 那你可以看这个视频 你也不知道他翻了是什么 他到底是只翻敏感信息呢 还是看你的敏感照片呢 还是看你的私密内容呢 还是看一些什么你的银行账号密码什么的 我不知道 反正他翻 那这种东西大家看起来只是一个查手机 但实际上就这一幕我告诉你 放到这个社会上整个地球上 文明世界都能看出来 就是中国所谓的人权 所谓的什么全过程民主 就全他娘的事扯淡了 因为你想夫妻之间都不能查手机 对不对啊 什么信任啊 自由啊 咱们就不说了 你警察野蛮的粗暴 你这些警察的形象你知道吗 就像一头一头贪婪的野猪进化成了人形 野猪妖 他们横冲直创 吃东西就吃的是汁水四溢 逃地的时候肯的是陈烟四起 这帮人他们都完全没有什么执政的优雅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 就是拿来 我看 据说听说啊 国内的朋友跟我说 听说还有两种待遇 说是这个国产的 包括使用这个安卓系统的 他们有这么一套设备直接插上去之后 通过数据对比比较快 查你里边有没有关键词 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然后如果你是苹果手机 这个系统 苹果这个卡一道怎么办呢 就像这样人现场翻 所以什么叫什么什么低人权或者什么人权 没有 我们就都是真的就是奴隶 就是韭菜 主人要看啥 他就得看啥 而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上海那么多人就这几个警察 他查不过来 但是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 他做这样的检查 他做的什么 傻极惊猴 对啊 你不知道我是不是抽查到你 逮着一个我抓一个 那怎么办 你最好办法就是 以后手机别存全通解 别参与 它本质上是一种恐吓行为 而不是真正的检查 就类似于像海关抽检是一样的 抽样检查 那么现在国内的一些朋友 一般就准备两部手机 一部专门就是国产的 什么学习强国呀 爱党爱国专门弄这么部手机 预料检查的苹果藏包里头 平时用的是苹果 国产手机就专门用来干这个 也是给人逼的没办法 当然也是一种方法 有条件的网友可以尝试 所以这个要提醒 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朋友 你们如果最近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 都可能会展开的话 尤其学校里边是尤为可能 那么你们提前一些该删的东西要删 聊天记录该删的要删 免得遭受无枉之灾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也是个小事情 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跳舞的博主 今天在推特上被刷屏了 说是这解门是准备去迪拜去 是要看这个比赛去 之前可能还跟观众说好了 或者怎么样 有互动什么 不知道说 徐车做了很多准备 结果机场哭了 为什么呀 说是当地的人员 把他的护照注销了 所以去过海洋 直接把护照给剪了 咔嚓给剪了 废了 没法用了 那么注销的理由呢 这个确实是超出了砖头的认知 他说注销的理由是 因为国外有水深火热 这人自己说的 人美女主播自己留言说 你看这图片 人自己说的 说害怕你出国之后被骗 所以把这护照给你剪了 我说实在的 这么多年了 人上一百行行筛筛 但是像中国的有些人 他这个畸形的脑回路 我确实是没有见过 那你要这么说 古代有人喝奶 被里边的羊毛呛死了 那怎么着 以后就不喝奶了 喝水被呛死了 以后就别喝水了 那你活着干嘛呢 对不对呀 说真的 你们这些海关人员 你们直接面对境外的一些事例 一些游客 对不对 那你们是高风险人群 你们是不是千里投毒 那赶紧别废话了 这么大的可能性 你们直接找一个方舱 然后进去自挂东南支起 多好呀 你们怎么不去呢 对不对 明显欺负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 你可以看出来 中国对内的封锁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他们接下来 这种记号性的 这种标志性的事件 虽然没有像无厘头一样 没有道理 但是很可能是基于一个底层的逻辑 就是他们内部下了通知了 近期可能出境的 要没事找事给你剪掉 就是控制你出境 就是不让你出去 而且你再想一想 咱们再往深了想一想 这姐妹她是要干嘛去 我不认识她 但是说这姐妹你分析一下 她是个美女博主 她无非可能就是去看世界杯去 那你想中国的世界杯是什么 尿性啊 对吧 我不知道 她应该是看世界杯 我不是太清楚 不管怎么样 她如果 咱们说的出了严寂点 她如果去看世界杯 那么央视波的世界杯 你可以看一看 央视波的世界杯 和这个民间的世界杯 它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估计很可能 这姐妹倒霉 就倒霉在她要去迪拜了 如果说 她说我去泰国玩去 可能没事 可能没事 她去泰国再转机都没问题 或者去其他的国家 唯独她倒霉 倒霉去这个 这个卡塔尔 去这边这个 世界杯迪拜那边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那个 CCTV转播的球赛 不能让观众看到 这个赛场上 人们的脸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看人家英国的媒体 人家球员脸上的 紧张的神色等等 中国直接给你切了 你别说中国的技术 全都用在这上面了 全面就是收紧 不能让民众知道 外面人们过在好的生活 所以你这个 反向推一下 不就是 不就变成朝鲜模式了 我们中国这么地大物博 我们又向着北朝鲜 更近了一步 三胖站在那里 向我们招手 快追上来了 不错不错 对不对 那朝鲜不就是天天宣传 外面水真火热吗 那我们是水真火热吗 不是 那中国不也是吗 你现在宣传外面水真火热 哎呀 这个疫情都不行了 不行了 还有人说什么 什么这个整个世界 都是造假等等等等 那不就是北朝鲜化吗 对吧 这是第二个事件 大家把握好这个风向 第三个事件 你就看这图片 这个图片是这个 关于这个通知的事情 说是要准备60天的物资 那这个消息 有人说是假消息 我查了一下 最早是在 至少我看到的最早 是在微博的截图发出来的 那么当时这个网站上 还有这个图片 那么很快就被删掉了 所以他 你怎么做 你现在去查 肯定假消息 没有这个图片 但是你之前 别人有别人截图拍下来了 那你怎么说这理呢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个人认为 宁可信心有不可信心无 而且你从内部的政治逻辑 我们来分析的话 这个很符合金上 符合一尊的 他的做事风格 大家要搞清楚 你看 像北京的很多市民 就是像封小区的时候 对吧 质问警察 说你们凭什么封小区 质问社区 你们凭什么封小区 那警察有的好一点的 就是像咱们之前节目说的 那种愿意枪口 枪口抬高一寸的警察 我看到视频真不错 有那个防疫办的 这个跟警察通话 说你现场维持一下秩序就行了 人警察说你什么意思 你来现场 你把文给老百姓看一下 老百姓要看文 北京话文 就是文件的意思 这也算是好警察 我说我中共体制内 不是都是坏的 这些警察人也是 是为人混口饭吃 这事当然也有坏的 咱们就不提了 但是大家想清楚 这个六十天如果是真的的话 它内部的底层的政治逻辑 就说明有可能上面要玩大的 就是玩大类 你想啊 现在是很多政令是没有文 为什么没有文 嗯 为什么 是他出不起的吗 是他买不起A4纸吗 不是 现在不出文 极有可能是因为国务院 现在是李克强 可能是国务院在中间有一些障碍 当然这我没有证据 我没有证据 我只是进行一个分析 他能干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又不想拉下脸去 去跟李克强 或者两个国务院这个系统打交道 所以都是上面口头传达 所以他不是通过这个封控 不是通过国务院体系下来的 但是是通过党的这一阵下来的 所以他没有文件 都是口头传达 不落纸面 但是如果明年两会以后 观众朋友们你想想 明年两会之后 他们的人 这个七人集团凑齐了 集体执政 集体进入各个岗位之后 会发生什么情况 李克强什么什么什么的 都拦不住了 从国务院 从党 政 军 这体系 全是一尊的人 那么到时候 你现在没有文 到时候就可能会有文 现在没有文件 到时候可能会有文件 而且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那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又怎么办呢 你现在老百姓还可以说 没有文件 以这个为借口 到时候他把文件扒给你出来了 我就说了 必须要封城 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这次的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我提醒 尤其是北京 上海 南京 武汉 等等这个闹得比较大的 比较凶的地方的这个民众 尽量还是提前准备物资 吃的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药品 家里如果有糖尿病的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你们的药品 趁着现在能备 先备一部分 免得他到时候真抽风的话 准备不及 你知道按照当今的 这个圣上的这个习惯 你看啊 什么 小心日后拉清单 那么现在各方面的信息汇总 白纸运动之后 其实警方在忙上干嘛呢 全部在调集现场的录像 进行人连比对 现场我抓不过来 忙不过来 但是背后一个一个 他在拉清单 就是每一个皇上 他有每一个皇上执政的方式 那咱们这位皇上呢 他就喜欢拉清单 他就喜欢掏小本本 很明显 如果真的是上海等地 一下再封个60天 再封个90天的 很明显 他是在以封控为 遮羞布的遮盖下 他要进行什么 他要进行抓捕 把你们都封起来 你们都不能出门了 然后我抓了谁 我抓这边 抓这个A楼的时候 只有A楼周围的人知道 我抓B楼的时候 只有B楼这个方式 你知道你行不成群体效应 我单辈的把你们拉出来 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没有 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期节目 和上上期节目提到的 关于隐私的重要性 民众是要藏在这片汪洋 人民的汪洋大海里面去 这样人民才安全 但是如果你把人民摁住了 现在他们玩这套 就是把人民摁住了 像掏老鼠洞一样 掏兔子洞一样 一个一个给精准的 这不是精准防控 是精准防控 把这人给你抽出来 这样起到恐怖效应 让你们不敢再上街 不敢再闹事 这个事后进行清算 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 也是有先例的 不是我在那里空穴来风 不是我在那里信口死黄 当年香港的事情闹了那么大之后 你看到后续持续相当一年多的时间 他们全部是在清算 一个一个的清算 这个小本子的清单拉满了 这个点上要提醒大家注意 很可能 我个人认为 至少有60%到70%的可能性 可能真的是要迎来一波大封城 物资方面大家要注意 那么短期的情况就是这样 一切的情况在他们党内会不会有变化 我们还是要看看明年两会 这之间是不是还有什么动静 民众的力量 现在就到这了 我们的天花板就到这了 现在徐州坦克据说是已经穿城而过 不知道是上街是威慑 或者是到哪个驻地 不知道 坦克是已经看到图片 看到视频已经上街了 但是没有跟人民发生正面对抗 至少目前还没有 那么其他地方是不是在调兵遣将 是不是在做各种各样准备 所以民众的力量在中国就到这了 民众不存在 在中国不存在像西方那样 能够直接影响上面 没有 中国在那里没有这个土壤 没有这个土壤和这个制度的保护 接下来中国如果有变化 看他们党内 如果党内没有变化 那么黑暗的日子就到了 就这么回事 好了 今天这个小段给大家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